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01台2020美国大选特别节目 这是美国新闻01一系列节目之一 欢迎大家订阅美国新闻01频道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为我们的节目分享 今天要为您专题报道美国大选观察 今天为您播出第五集 作者纳威先生 今年六月初以来 川普总统在调动军队平息街头抗议问题上 跟军方的矛盾公开化 军队在这一次美国大选中将扮演何总角色 引起人们的关注 8月28日 在脸书回应众议员质问的时候 美军最高五官 参部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雷将军表示 军队将坚守政治中立原则 不会在大选中扮演任何的角色 如果大选结果出现争议 将由国会和法院来解决 中于宪法 政治中立不参与国内政治斗争 不服务任何党派 这是美国军队在美国历史上出现的有争议的大选中 军队严守政治中立原则 从未介入 比如说 1876年大选 共和党候选人海耶斯 比民主党候选人蒂尔登 少得3%的选票 却多赢了一张选举人票 出现了185比184票的结果 关于什么是选举人票 如何的计算 如何产生等等 我们在美国大选观察的第一集 有详细的介绍 这一次大选结果出现争议 最终由最高法院和国会两党协商得到了解决 而且在有解决过程当中 国会通过立法完善了选举程序 再比如2000年大选 共和党候选人小布希 在关键州佛罗里达州 跟民主党候选人高尔 只相差几百票 通过了反复计算 仍然难以确定赢家 最后由最高法院判决 结束了争议 这是米雷将军强调 大选争议必须由法院和国会解决的历史依据 在美国大选中 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票仓 是两党候选人都竭力争取的对象 传统上 共和党在这个票仓中占有优势 一般领先民主党十个百分点 2016年大选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喜来利 实际投票的结果显示 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中 有53%的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 42%把选票投给了喜来利 这个大体符合现役和退役军人选民 在大选中的传统投票的格局 在今年大选中 川普总统是否仍然会得到多数现役和退伍军人选民的选票呢 大选之前 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民调做基本判断 在美国军人民调方面 最为权威的是军事时报 我们从8月底军事时报 对现役军人的民调谈起 川普总统就职之初 在军人中得到广泛认可 但就职以后 认可率不断下滑 从就职时的46.1% 下滑到现在37.8% 甚至于低于在普通民众中的认可率 同时军人中不认可川普总统的比例 从他刚就职时的37% 上升到现在49.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军官中不认可川普总统的比例 高达59.1% 跟川普总统在军队中的认可率 大幅下滑相应 军事时报 有关军人投票意向的民调显示 川普总统在军人选民中 落后拜登4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在2016年大选前 军事时报用同样方法做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军人选民中领先 起来利益20个百分点 军事时报特别指出 一些军人选民决定把票投给拜登 并不是因为支持拜登和民主党的政策 而是因为对川普总统不满 我们在上一集的美国大选观察中 曾经分析过这种现象 不同政治倾向的选民 组织成临时票仓 不是因为政见相同 而是因为阻止川普总统连任 一旦目标实现 他们会重新分到扬镳 在军人选民中 对川普总统的不认可率 要比认可率高出12个百分点 差距之大 在近几十年的历任总统中 前所未有 这一种状况 对他竞选连任 显然不是好消息 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州 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选票 可能会让选举结果向拜登一方倾斜 比如在亚利桑那州 百分之十以上的选民 是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 加上他们的家属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票仓 失去这个票仓 多数选民的支持 无疑地加大了胜选的难度 雪上加双的是 9月初大西洋月刊 美联社 华盛顿邮报和福克斯新闻 相继报道了川普总统称 阵亡军人是倒霉鬼 losers和撒瓜蛋 suckers 在民众和军人中 引起了轩然大破 这些报道如何影响军人 对川普总统的态度和投票意向 只有等军事时报 发布下一次的民调结果之后 才会知道 川普总统竞选和就任期间 跟军人的关系 一直充满泼泽 在共和党参议员 麦肯去世之前 川普总统对麦肯 越战经历的评论 曾经几度成为舆论焦点 麦肯在越战中被俘 川普称他是个倒霉鬼 不算英雄 人们叫麦肯英雄 是因为他当了俘虏 川普就任总统之后 任命马蒂斯将军为国防部长 受到军人的欢迎 但是房间不断传出 在对北约和亚洲盟国的政策问题上 川普总统跟国防部产生分歧 2018年12月 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 从军事时报的民调来看 军人对川普总统的不认可比率 在2019年达到高峰 尤其其后居高不下 一直维持在49.9% 今年5月末 伯洛伊德事件导致了全国爆发 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抗议 川普总统暗示 将动用叛乱法 调遣军队平息抗议 维护子安 遭到军方的反对 川普总统跟军方的矛盾 进一步公开化 6月2号 国防部长艾斯珀 签署了备忘录 重申军队的使命是保卫宪法 支持各级民选政府 不能干预国内政治 备忘录强调 保卫宪法意味着保护人民言论自由 和平集会的权利 要保护美国人有机会发声 表达他们的沮丧和愤怒 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 艾斯珀部长重申 军队的使命是保卫宪法 明确反对川普总统 动用叛乱法 部署军队对付示威抗议的民众 同一天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雷将军 向各军众统帅发布备忘录 并操纵艾斯珀部长 强调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 及和平集会的权利 全体官兵坚守入伍誓言 保卫宪法和宪法承载的价值观 人人生而自由 平等 要带自己尊重和尊严 军队官兵种族多样 肤色和信仰不同 但共同体现了宪法精神 告诫官兵务必坚守宪法的价值观 在任何情况下 一切行动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 和军人的行为准则 此后 美国各军种统帅相继发声 强调反对种族歧视 保护宪法赋予公民和平集会 抗议的权利 自此 军方文武官员和各军种指挥系统 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坚守政治中立 不参与党争的立场 军队在美国选民中 享有崇高的声望 2019年的皮尤民调显示 83%的美国民众信任军队 对军队维护公众利益 有信心 而同一个民调中 只有37%的民众信任政府官员 大选期间 国防部文武官员 在处理各项事务中的表现 说明 民众对军队的信任 并非出于偶然 在美国政治中 党派之争是常态 军队终于宪法 保持政治中立 让法院和国会 依照法律和既定程序 处理党派争端 这是美国军队的传统 在政治动荡的多势之秋 美国军队不参与党派政治 却是美国民主的坚强后盾 就此而言 民众对军队的信任 意味着对美国民主的信心 以上是今天的评论文章 由作者纳威撰写 美国大选观察第五集 美国新闻林一台 欢迎大家订阅新闻频道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分享 谢谢您收看